肩胸部的鞋后方 从鞋后方的角度去看 首先呢还是咱们从这个第一肋骨的角度入手 所以咱们在从正面去看的时候呢 也是这样的一个角度 一个圆形的鞋切面 那不过呢 这条是被遮住的是在后方的 暗示在咱们的视野后方看不见的 这边呢是在前面 找到胸腔的前侧倾斜角度 其实前侧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利用一点透视的手段 去把它大概的简单的划出来 这里 一齐颈椎 所谷呢是从这个位置出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用浅颜色画的地方呢 就是被胸腔遮挡住的部分 虽然被遮挡住了 咱们要假装可以看到它 大概把它搭建起来 形态 这里是两个肩胛杠 在这个里面就是这个位置 现在我画的这条就是肩胛杠 然后这一整块是肩胛骨 它做成一个简单的三角形 因为它是斜过去的 它不是朝着背面的 所以斜过去之后 咱们看到的就很小了 注意好第七颈椎的位置 还有肩胛杠的这个位置 肩胛骨内侧圆的这几个位置 这个就是咱们从这个角度看上去的 它的标记点 斜封肌它附着到很多地方 它到前面它还有一部分附着在了锁骨上 咱们就从后面看 从这个角度看上去的话 它就是附着在了肩胛杠上面 它把整个肩胛骨的上端 是给盖到里面的 在肩胛杠的上面 里面的这个位置 它还有一块肩胛肌 就是按照这个名字 误会来命名的 在肩胛杠的上面 所以叫肩胛肌 这是含到里面的 一般情况咱们是看不到的 表层下面的肌肉 然后它在这个位置 往下挥聚 左右两侧 大概在胸腔要结束的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地方一般会有一个菱形 这一块它其实是个韧带 韧带它是连接肌肉和骨 之间的一个组织 它的弹性非常小 可以忽略不计 肌肉是比较有弹性的 手朵位拉伸它都会产生形变 但是这个地方几乎不会形变 它不是完全没有弹性 它只是弹性非常小 这个是后背的 可以算是面积第二大的一块肌肉 咱们在上一个视频里面说了 三角肌附着的位置 三角肌附着在肩胛杠的下边缘 大概在这个位置 那在这里咱们可以简单说一下 肩胛骨上面所附着的肌肉 肩胛杠的下边它有一块长条形的 从肩胛骨的底部一直长到公骨 但是在公骨这一端 是被尖三角肌覆盖住的 但是它不是直的 它是绕过去的 从上面看它是绕到了公骨的前面 然后在这个位置 跟它相依相靠的 还有一块小一点 这个叫小圆肌 这块是包裹到公骨的头上面 那在肩胛杠的下边 跟小圆肌附着的位置相同 也是在公骨的上面的这个头 这个叫港下肌 三角肌 一般是盖在它们的上面了 顶部的侧面 新锁入图计 在这个位置应该是看不太到 这个新锁入图计的锁骨部 然后再加上一张位置信物 这只能再加上一张位置顺便 所以我可以可以看到 这只能够计准备 这只能够计判 这只能够计划 这只能够计划 但是这只能够计划 我现在是不能够计划